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开设了23个防疫级门诊与车来速筛减诊 最新也增加了中正纪念堂车来速台大防疫级门诊 不过台北市长柯文哲指出 这个防疫级门诊的爽约率太高了 最高可达到49% 因此拜托民众不来的时候记得要取消预约 因为新冠肺炎99%都是轻症 台北市政府一直在扩建防疫级门诊 将轻症与其他症病患分开 近期也新增中正纪念堂车来速台大防疫级门诊 第一天也不敢一下子就总是第一天不熟 所以明天大概挂号1220 当然最终目标是到2000 我们就看这个次营运的状况 足复的加温 所以明天先挂1220 要来看病的还是从这个大厦门进来 那从中正中山南路出去 那机车是从这个中山南路进来 所以这个我们要公布一下动线 希望大家不要事先找好动线 才不会乱掉 那这个还是要谢谢北荣 最快的速度你知道 在中山纪念堂做这个防疫级门诊 我觉得这个还是有意义 那有几件事要讲 这个我们现在一直在扣建这个防疫级门诊 因为这个COVID-19很清楚的 大部分99%还是清诊 所以到现在为止 我们这个防疫级门诊每日的运作量 已经加到了11280 理论上是够 应该没问题 但是这样 你说你数位落差不会预约 要来临时挂号 坦白讲你来了我们也不可能不给你看 还是给你看 但是我们还是鼓励大家预约 不过话锋一转 顾问哲抱怨防疫级门诊 被爽约率实在太高 调出统计数字来看 仁爱医院爽约率高达42% 给12岁以下孩童的联合医院 附优医院区爽约率则达49% 最少的关度医院则是5% 将原本不多的预约名额占据 增加作业人员困扰 这个要跟各位市民朋友抱怨 你知道 爽约率实在太高了 你看看 忍不住了 去掉统计数字出来看 仁爱医院你跟人家预约 结果42%的犯婚嫁 最高的是哪一个 傅幼医院 这本来人数就不多了 就专门给12岁以下小朋友看的 结果预约49%的没有来 你想想看 那个本来预约名额就不多了 你跟人家预约的 要跟人家放歌纸的 实在是最少最少的关度都还有5% 这个我们四北科的车台数还有30% 我已经查过了 理论上我们这个预约 你不来是可以取消的 所以几件事想要跟各位视频朋友呼吟 拜托你议约 但是更要拜托你不可以爽约 你要是不来 不然拜托你把它取消掉 不可以放歌纸 我看了就气死了 最高到49% 最差5% 平均看起来差不多30% 这太过分了 所以这样 一开始是用拜托的 再来我就真的要记下你这身份证字号 这个不可以这样 所以要拜托各位视频朋友 这个资源相当宝贵 我们希望说资源可以做有效的应用 也给那个有需要的应用 我们已经开到1万1了 理论上应该 你要来处理应该快晒羊的应该要来处理应该 都有可以处理 所以要拜托大家不要 第一个一定要预约 第二预约了你真的不来把它取消掉 千万不要预约又不来 放歌纸 就这样造成大家很大的困扰 电脑系统也负担 我们要备人备料 又不来就才是 目前台北市的筛减量能 已达到每日可筛减1万1280人 理论上可以处理快筛羊的民众 但柯文哲拜托大家一定要预约 不来也要取消 重申资源很宝贵 要有效运用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台北市社区诊所居家照护服务 12个行政区全面上线 每个里都会有配合的诊所医师 协助确诊个案照护 远距诊疗 及居家送药等服务 达到对个案的健康评估与关怀 台北市12区社区诊所上线 每个里的确诊者 由诊所联一各院区认养 提供确诊者个案健康评估 关怀咨询及远距医疗服务 目前针对有医疗服务需求的 65岁以上长者 大安区最高有31家诊所参与服务 我们之前已经成立了 各区的行政区的关怀中心 从今天开始我们会启动 全面由诊所来协助 区关怀中心对于确诊个案的居下照顾 那我们在5月10号 我们已经在北投 中山 万华跟文山 四个区 我们现在跟医师公会合作 然后试办有关我们确诊个案 然后它有相关健康评估 健康关怀 健康咨询 还有远距医疗服务 然后我们得到这张的讯息之后 我们就会派案给配合的诊所 各位可以看到旁边这个副表 那每个行政区都有不同的诊所 那有些行政区它里面的诊所配合数量很少 但是我们都会把临近区的诊所来一起媒合 也就是说每个礼 只要是在台北市的每一个礼 它都会有一个配合的诊所的医师 来协助我们做确诊的个案的照顾 那派案过去之后 目前总合作的数量有188家诊所 那我们已经开过很多次会 今天会全面上线 我们是采地段管理的方式 那全市各里分配给诊所 还有台北市联合医院各院区来任养 那由医院或诊所对于责任里面的居家照护者 提供相关的服务 那接下来它除了初次评估之外 还会有远区照护的咨询 还有通讯诊疗 那最后还有居家送药 那这个部分都运作了一阵子 但今天会全面在12个行政区同步上线 那由各个诊所来协助我们的区关怀中心 一起来照护确诊的居家照护的民众 那我们每一个行政区都有相关的派工系统 也就是我们个礼跟媒合的 责任诊所都已经做好配对 所以只要有需求的民众 都可以跟我们关怀中心说 我们就会帮你转介到你需要的诊所去 同时联合医院和平院区 以转型为防疫专责医院 全院只收新冠肺炎的确诊病患 且要将防疫专责病床提升到200床 伴随而来的人力需求 让原先的医护人力更加紧风 台北市长柯文哲也预估 本周是疫情红风 将招募50名专者病房防疫天使 投入第一线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为了改善交通拥塞的问题 台北市交通局推出了交通瓶颈改善计划 邀请民众提出具体的建议 经过专案小组评估可行性之后 就可以交由相关的单位执行 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各项交通瓶颈改善措施 而提出改善建议的民众 还可以获得最高5万元的奖金 台北市民在交通满意度调查中 最重视关心的交通问题 即是上下午交通兼风塞车问题 因此台北市交通局推出交通瓶颈改善计划 判透过公司合作 以用路人视角改善台北市交通状况 那本次这个计划主要是要扩大公民的参与 让这个用路人 因为他是实际的使用道路的人 他有一些 他实际每天的一些经验和建议 那直接透过他们的参与 可以公司合作来研究 来看看有什么样的短期的问题 我们可以做一些调整 那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说 这个我们鼓励民众参与 所以我们这次也有所谓的奖金 希望民众能够提供好的点子 然后大家讨论完可以施作 然后动脑筋拿奖金 就是说民众他针对他知道的这些瓶颈入口 他有一些改善的构想 那这些构想他把它具体化 书面化以后 跟我们的交通大队这边 等于是交通大队是一个受理的窗口 那交通大队这边会初步去判断 民众这个提案是不是具体的 有些可能他是比较 比较广度比较宽的那种 我们大概就会比较 不需要再做一个处理 那另外一个就是他如果很具体 就是说这个入口 我需要做什么样的一个调整 那交通大队也会是需要 去跟他做讨论 跟这个提案的民众做讨论 然后呢 就会回到这个小组 去做方案评估是不是可行 那如果说我们初步判断是可行 专案小组这边就直接跟民众 用一个会看的方式去现场 去确定这个方案如何的执行 改善方案的细节是什么 然后呢 机关就会直接去派工 例如说这个是交通大队的部分 交通大队就会直接去派工 那后续做完之后 就会去评估他的一个改善的绩效 那专案小组会给他一个评分 这个评分就依照前面所提的 这个评分的分数的高低 就会跟他的奖金有关联 交通瓶颈的改善呢 其实都有一个机制在 一直在运作 就刚刚前面那个交通流畅小组那部分 那我们这次比较不同的 就是希望能够透过全民参与的方式 跟政府一起来合作 双管齐下 看是不是能找到一些 也许我们不知道的一些 这个交通拥赛的一些地点 或者是一些方式 改善方案 所以我们这不同 就是全民参与的这部分 把它加进来 平常本来就有民众在建议 那可能都是比较宁心的一些建议 比如说哪里要禁止停车 哪里要做什么单行道之类的 那我们这次是把它弄一个专案处理 是希望 而且有奖金 所以我们是要求的 就是要有一个 书面的一个意见 要非常具体 那我们后面就有一些步骤 会堪 那若可行 我们去做 做了有成效 我们会给他一个回馈 一个奖金 曾任交通大队长的市政顾问 何国荣 也分享多年前 在小黄司机建议下改善 北市交通瓶颈的成功案例 其实用户人里面 最了解的是建议车时机 第二是我们议交 我们的议交 有的议交同时 同一个路口 扶勤十年都在同一个路口 同一个时间 他当然了解这个问题所在 那为什么这些问题都没有办法来 来展现出来 让他能够有改善的效果 因为一般来讲 这些有意见的人 送到主管经安器 在执办单位那边 大概就处理掉了 第二个 就是想处理 要按行政程序来处理 要花很长的时间 所以说他们没有去 真正去协调沟通的管道 所以他很多好的想法 就显现不出来 沿山 沿山隧道是 台北市北区最大的交通瓶颈 大概堵塞了十年 都没办法解决 因为上午从天母 士林进士区的车子 跟大阵内湖 北安路的车子 在沿山隧道口交织 然后在分流 有的走新的北区高家桥 有的走双山北路平面道 他跟我建议什么 他说叫我吧 这个叫新的北区高家桥 这个叫兵将先下坡口 他要我说 大家讲你上午这都把兵将接下坡口封掉 才能改善沿山隧道交通 这个委婉藏理 因为我毕业 我教我警察那儿毕业就在 袁山隧道下面的交通瓶 当分店长 我看着袁山这个交通 已经看了几十年了 车子只要上了新的北区高家桥 没有一个下坡我会塞车的 不管说冰江也要 都没有人想到这个问题 他说这个车流下来 他经过袁山隧道之后 进入新北区高家桥往南走 第一个下坡口就是冰江下坡口 因为他下来之后要左转 左转 左转之后 建国南路南下有个路口 建国南下有个路口 他只要进入那个路口 上建国南大厦桥 他往东往南就一路寸展 说他宁可堵沿山 隧道这段小时间 一段时间其他路段 他是畅行无阻 一个机人车一个小小爱情 这么多警察这么多公共人 每天在那边 看着他堵车堵了十年 都没有找出问题出来 就是你看 所以说我们很多用户的 特别是他有很多想法 一以精神分钟的 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建议 改善了袁山交通二十多人 做整个案子 我交通道只花了六万四千块 就把整个案子推动成功了 然后我一公布袁山改善做了之后 马上有一个机人车系 又跑来办公室找我 他说来 台长 要解决水源高架大的塞车 直到水源入口问题 把这个 因为直到水源入口 这个快速道路下来之后 跟慢车道有个快卖分隔带 对不对 所以说跟平面大的车 有跟快速道路车流 他结合说 把打开一个车窃口 让右转车提前进入平面道 那这两个车道都可以给左转车走了 这路口就松了嘛 交通就通了嘛 我们平面道多增加容量 左转车也增加容量 所以说 现在的车流像台北市水源就输血了 这个措施到现在还在用 二十几年了还在用 没有这个措施 没有这个天使去提供这个意见 这个意见他一提出来 我做到我们去厕所看一下 我认为 对 我有效 当天晚上 我就请我们养工处的拆除队 这个 这个路口 拆除打开 第二天就可以执行 交通平均改善计划 即日起到8月12号止 民众需以书面资料 具体提出拥塞状况 以及改善方案 专案小组会释方案改善绩效 予以评分 并颁发奖金及奖状 记者领席会议台北报道 眼界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界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一花揭幕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推幅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 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 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 四不如要不要只看标题不要分享 不要按赞不要惊慌 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 钟佳琪谈关心您 台北市政府规划在资深国校率先事办日照中心 进入国小校园 但是家长担心这个学童如果碰撞到长者 恐怕会印发纠纷 而且为良好沟通就要签署行政契约 因此家长会到市府外抗议 并交诊情书给社会局 要求市府不能强行通过 社府要做好学童安全更重要 社府要做好学童安全更重要 区隔做不到就反对日照进学校 区隔做不到反对日照进学校 高喊口号资深国小家长会长与家长代表来到市府门口 抗议市府要在资深国小设立日照中心 家长担心学童碰撞到长者恐引发纠纷 而且社会局为良好沟通就要签署行政契约 我们现在的作为只是我们想要请校长 可以暂缓签明天的行政契约 因为行政契约一签下去 社会局就可以把国小的地拿走 不管他们要在资深国小做任何的东西 我们都无法有意见 我们也不能表达意见 因为校长只手遮天 社会局跟教育局只手遮天 经过了今年 去年到今年的四次市府跟市议会的协商 社会局长甚至对我们说出 我现在就是在协商当中啊 不然我半夜就进去学校施工了 这种官微官僚体制之下的话 为何会出现在2022年的台湾 请求市长能将行政契约签订的日期暂缓延后 并且审慎评估公有福利设施该有的流程 让家长端与校方还有家长三方都有共事之后 再行决议签订行政契约 否则此公有设施的美意 也无法传达至所有关切此议题的社区居民 和学生的家长行踪 到目前为止 校长答应了日照进来 他说他会附上全部的责任 但是他明年届满八年任期 即将要离开我们学校 可能转换到别的学校当校长 可能退休 他说的负责 我不知道该怎么负责 询问社会局 如果当你日照进入了校园 我们的小孩或是老人家 受到了碰撞 受伤 甚至危及生命的时候 你们要怎么处理 社会局的回答是 一切交由厂商处理 所以社会局现在是要明码标价一个学童 一条人命多少钱 是这样吗 因为厂商处理不是只能赔钱了事吗 还是他们有任何的刑事责任 这三国小的家长完全认同台北市政府设置日照中心的美意 但这样的公有设施设在国小里面 是全台北市第一间被要求设置日照的小学 这么重大的公有设施 除了以长者为考量之外 本来就已经在三国小空间的学童们 我们所有学生 700多位学生 以及100多位老师的权益安全性 他们的声音也需要被重视 而非只是因为公有政策 必须在此市府的任期中完成 就可省略该有的流程及沟通成本 李怡纯表示 有83%的家长 以及98%的教师 反对支三国小设置日照中心 家长代表陈志颖则认为 学校应该是单纯的教学领域 支三并不反对日照中心 因为一千多个学生也代表着有两千多个阿公阿嬷 只是我们会希望说 市府在这样面对这样的政策的时候 应该能够有提出更完善的一个专案的法则 支三国小目前一到六年级的孩子有18班 那六岁以下就是包括零到两岁的幼托的部分有9班 就是还有热灵学堂 还有特教班的这个部分 所以其实在班级数上面 他们就是幼托的部分 他们是非常的年纪非常的小 就是说我们会希望是说台北市政府应该去盘点更多的闲置学校 给老人更愉悠的空间来做日照中心 目前所选的三楼的位置 是想如果发生公安问题的时候要怎么办 还有就是说 国小的孩子大家都知道是非常好动的 他们不知道怎么拿捏 万一碰撞到老人 或者是产生到彼此之间的一些问题的时候 我们不晓得该怎么样子来处理 对于这些 我们觉得应该要建立更好的安全的环境之后 有更安全的法则来处理 而不是将来所有的事情都交给委外的厂商 万一委外的厂商走了之后 倒了之后 那这些问题该对谁呢 社会局副局长郑文慧接下陈勤书后 承诺会交给局长 市府也强调会持续沟通 化解歧见 记者领席会议台北报道 接下来我们来看 淡江大学大众传播系的学子们 在师长的指导下发挥所学 进行毕业制作 透过影像与展场设计 来展现疫情下的日常 也关注社会上的弱势议题 带您去松山文创学员瞧瞧 丰富的影像创作 从事前的计划到拍摄 后制都由学生自己来 今年的松山文创学员季 联合毕业展 淡江大学大众传播系学子 展现了丰沛的学习能量 透过影片与展场设计 来呈现疫情下的日常 也探讨关注社会上的弱势议题 我们专题叫做岛屿终点 然后我们做的主题呢 主要是疫情下的城乡差距 然后我们以两个主题作为发想 主要是教育和医疗这块 像是在教育呢 我们就看到远距教学的困境 就是原本平常都是实体上课 然后突然大家都要开始使用 线上设备去使用远距教学 然后我们就想要知道说 诶 城市和偏乡之间 对于这个远距的适应习惯 是怎么样的 是如何去操作使用这样子 因为大家的概念就是说 经过了这样一个疫情的时代 那我们怎么样在这个日常当中 去协寻到一些更有意义的 一些跟生活有关系的想法 所以我们基本上 我们淡江大船 我们大概就是分三组 然后我们有影音组 就是拍片子的 剧情片有两部 然后再过来有行销组 我们也有两组 那大半是针对产品方面的 一个promote 然后另外我们有一个叫专题组 我们有四部 就有关于议题的纪录片 然后去探讨主题 那所以我们这个其实整个 所有的大系列里面 都是在疫情底下 然后我们怎么样在这边 夹缝当中能够好像呼吸到一些 新鲜的空气 虽然是这么频繁 但是从这个频繁当中 我们也可以找到非常多 有趣有价值的东西 我们主要使用的器材 就是手持HD 对 然后手持HD 然后还有单眼 然后单眼大概会有两台 然后也会有侧拍 平面摄影这样子 对 然后当然是麦克风 就是sharp gun啊 小蜜蜂啊这样子 在这边其实最缺乏的是 缺乏一个可以带领他们的人 包含像我们这边的老师流动率 其实是非常的高 然后包含像我们学校 一半是正式老师 一半是代理教师 我们这里其实不缺乏物资 但是我觉得缺乏的是一个 愿意来关心这一群偏向孩子们 就是偏向学生们的一个动力 他们像我自己三年前刚来到这边 他们也最常问我就是 我什么时候会离开这边 然后在医疗议题中 我们看到因为最近疫情 医疗量能就很不 就是十分缺乏 然后呢不足 然后呢大家大众也渐渐开始重视 远距医疗这块 还有社区医疗 我们就在做 主要在做这部分 以前我有一个病人 他是在台东 但是他坚持到高雄来 来就医 当他发生紧急状况的时候 那我们也是看着他 一路跑到高雄来 但疫情会有些限制 那对病人来说他会不方便 那如果说有些慢性病病人 他因为就医的不方便 对药物取得不到 或是遵从性不好的话 那疫情这段时间 你会看出来说 真的会比较差一点 我们有在台东 或者是嘉义的长辈讲 他们要固定要去做回诊 那要么就要 自己要来骑车 要么就是要请年轻人休假 来开车在他去 那他们有时候来回一趟 就是有时候要等公车 那公车一搭可能两三个小时 偏向医疗 然后就是他是在讲说 就是在南回地区 大概有二十多公里 或是三十多公里以上 其实都是没有医院的 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发想了 这个议题 那如果以拍片的干苦谈来说 他其实因为偏向医疗的话 就是那边交通确实是很不方便 那我们用大学生的角度去那边拍片 其实可能会有很多交通上面的困难 确实是也深刻的体认到 然后再来就是 因为我们想要拍智慧医疗车 所以有一个跟车的画面 那跟车的画面 其实我们没有太多很好的器材 去把摄影机在车子上 所以我们就用一个比较阳春的方式 就是在车上 然后用手机 然后贴得很前面 然后尽可能去捕捉我们认为 很好的画面 然后呈现给观众 这样子 然后还有最后疫情带来的数位转型 因为我们发现 怎么要预和医疗 然后都受到数位的影响 这样子 我们就是觉得说 会不会数位这点 其实可以成为减缓差距的一个重要的契机 在相差距来自于 可能因为资讯资源的不足 会造成某种程度上的运用的落差 所以因为取得资源相对高的时候 他就不容易开阔他的生活的领域 所以他就会有一些限制 所以他的社会参与就会比较局限化 在台湾呢 我们做医疗 为什么会觉得要把原具这件事情放大 就是因为 你真的走进偏乡 你就会发现到 这些偏乡长辈事实上是很勇敢 而且是很很坚韧的 他即便他自己身体不舒服 他也知道他要忍住 那这个是我觉得天香跟都市里最大的不同 对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就会很想要 把这些资源带给他们运用 什么样最好用吗 说实话其实如果以流动画面来说手机真的很方便 真的 但如果以收音来说我觉得HD还是最好 它是最稳的收音状况 对就是因为我们在拍摄受访者的时候 可能有一些受访者他的声音并不是很清楚 那以就相机自己接一个外接的热血 跟直接别一个麦克风 接HD接那个三片线的话 当然是麦克风 就是小米风的声音是最好的 后置也非常好处理 对 前两年 因为就是疫情关系 我们学生就缺少了一个最后一个机会 把他们所做的去跟很多的人去分享 因为疫情校内校外全部都没有了 线上没有办法有互动 那现在我觉得最棒的地方 我们要坚持到最后 就让学生有机会 他可以去说我到底做了什么 我可以去present说 我为什么要做这个 我做了这个东西 对什么东西会有帮助 我的想法是什么 你知道那种沟通 对于我们大传系的学生相当的重要 因为他也是一个自信的培养 然后能够把一件事情说得清楚 然后再接受观众的挑战 然后我觉得这个经验是非常的好 不管我们做的成熟不成熟 那个其实是其次的 但更重要的就是一个互动的机会 可以学到非常多 怎么分工 有点复杂 我们因为总共有五支正片 所以基本上我们五支正片 都有主要的导演 然后五支正片的话 下去有两个主摄影 然后两个主摄影的话 也会有好几个不同的后置的工作 对所以我们的分工比较复杂一点 但基本上是每个人都会担任到访谈 也每个人都会担任到导演 然后每个人也都会担任到基本的剪辑 那后置可能会主要有几个人负责这样子 然后你知道吗 传播学院的将来 它就是要踏入到社会里面 然后可以做传播的工作 你知道我们的传播很特殊 我们更主要的是 让孩子们能够替NGO的团队里面去说话 你知道吗 就是说对于这些弱小的单位 我们可以去关注他们 然后可以借着我们的传声 然后帮助他们被看见 或者是说他们所需要的能够 那个可以对他们尽一些帮助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大传系的孩子们 是蛮好的耶 因为他们都要去找一些主题 替弱势的发声 这是老师提到 就是可能像是我们的各组 可能像是 因为我们的 刚刚老师是影音组的指导老师 那我们影音组就是拍摄 今年两组拍摄剧情片 那我们都会有跟基金会去合作 然后去推广 透过跟基金会合作去推广 我们想要推广的议题 就是可能我们自己也是可以 透过影片去传达我们的想法 但是有跟基金会合作 我们就可以得到最正确的资讯 然后可以去做互相的交流 你知道很多人设定自己 就是这样电影戏 就没有区别了 但是因为我们是大传系 我就一直告诉学生们说 我们是在为社会大众 普遍性的弱势的发声 社会的议题发声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 很男人可贵的地方 开则新闻带您看到 前几日发生在三重处的刑警案 我找到最后 实际很难做过吗 是你做的吗 你只在乎这个事吗 你还扣我啊 周一家 撞光头 归下 我已经是想不到这小时候 那样 为什么不发过我 拜托你今次的话躲起来 躲起来 躲起来 像个小时候那样吗 也有学子尝试与在地品牌合作 结合所学的行销传播 来进行品牌推广 拟定行销策略 我们是行销组 那我们是电技工作室 然后这一次是跟 台湾的在地品牌 爱创造做一个合作 那他们的主要商品是在卖 来贩售香氛乳液蜡烛这样 然后特色是 就是他们乳液蜡烧完之后 可以当作身体乳来使用 那我们这时候 我们这一次就是跟他们合作 希望他们希望可以在大学生族群里面 可以提升他们的知名度 然后我们也希望可以从业界 汲取所需的经验这样子 那从这一次的合作经验之后 我们可以发现说 原来跟业界合作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除了客户沟通 那还有行销产品的部分 那都是我们要从学校踏出去的 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那这一次的合作下来 我们也学到了很多 以前不知道的事情 那也很感谢厂商愿意给我们这一次机会 让他们跟我们合作这样子 戴江大学大传系结合理论与实作教学 让学子尽情尝试挥洒自己 提供学生一条龙式的训练机会 我们的特色是说每一组的学生里面 我们自己的训练里面 除了你要会做企划 然后你也要会说故事 我们大半都是用故事行销 不管你是卖产品 或者你讲剧情片 或者是纪录片 你都要学习 把这个故事说得非常的清楚 最后每一组同学还要去做行销的部分 不管你是用这个网路的行销 或者你去办影片的放映会 实体的线上的都可以 所以一组的平均人数大概六到八位 什么都要做还不打紧 最后我们还要做展场 每一组的展场 他们的视觉设计 全部都是由老师专门在去做指导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学生虽然刚刚有提到 我们没有分组 但是实际上我们是一条龙的训练 从头到尾很扎实的 到最后我们还要检讨 他们还会从这个过程当中 被很多的这样子的改进的一个空间 就是首先老师讲到说 关于就是我们大传系 有什么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我自己其实深刻感受到 就是我们除了大学四年来的课程 有关行销的 有关传播理论的 然后也有关实际制作去拍摄纪录片的 然后到最后大学的第四年的壁制 我们也是有分很多不同的组 也有拍剧情片的 就是其实涵盖了非常广的层面 就是其实 因为现在我们大传系就是一个综合的 虽然说我们每一个细节 可能都不会像其他的系这么的专精 但是因为我们所有都有了解 所以当我们到进到职场的话 可能就会是一个比较综合 可以纵观全面可以一起做衡量评估的一个特质在 这是我觉得我们戏比较特别的地方 关于这个展览的部分就是 因为其实我们之前 我们大部分人是不会有一些策展经验 所以很多东西都只是在我们想象里面很模糊 所以当我们实际开始做起来的时候呢 就会发现要顾虑的面向真的非常的多 就是关于整个展场如何设计 然后我们学到什么的话就是 我们要如何的把自己想说的话 实际的体现出来 然后要怎么表达 让人家知道 就是应该是说一个大传系 传播科系的最重要的点 就是我们要如何传达我们想说的话 对就是这个 办整个展览的过程 应该就是把这个东西去做实践 然后实际的把它体现出来 对这是我觉得学到最大的点 就是我们要如何传达我们说的话 我个人觉得淡江大船的特质就是 我们的人同学 就是每个真的都是非常的有想法 不管是大家是在自己擅长的领域 都非常的多元 比如说一开始大一进来的时候 可能有些人就会特别对拍摄电影 会比较有兴趣 那有些人可能对于行销 跟厂商合作这块 就是也会非常有兴趣 那就是大家喜欢的点都不一样 然后他们都可以在他们擅长的领域 去发挥他们自己学到的所有技能 所以我觉得进入淡江大船的同学 就是真的都是非常 一群非常有想法 而且是未来也会有很好成就的人 对 什么样的学生最适合我们学校 你知道吗 就是那一些有非常有想法的 然后也有一些批判性的 然后呢 他的兴趣非常的广泛 他可能从画画到手作 到他的嘴巴能够表现 那像这种的孩子 那可能他不太知道他可以去学什么的时候 来我们系上是最好 因为我们会帮助他把这个头脑的观察力 训这个整个的合作的能量 还有怎么样去看社会性的一些需要 怎么去研究议题 怎么样把一个东西能够从零到完全的被实践出来 我觉得我们大船系这个部分是很强 因为我在这里31年了 我看到一个大一进来的像白纸一样 到大四 我可以说我们很骄傲的把他送出去 我真的敢这么说 因为我们的老师很扎实在 实物跟理论之间的合并的一个训练 还有针对社会上面的需要量 我们常常会有学长姐告诉我们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那我们就会尽可能就跟他们有产学的合作 或者是各方面的 然后能够帮助孩子们将来在社会上能够尽一些功用 应该说我自己选的话 就是因为我不是很清楚我喜欢做什么 所以我想说什么东西都碰看看 所以如果你是不是很确定你自己喜欢大船什么东西 但你对于这些有趣的东西 或是有趣的议题有兴趣的话 其实是可以先进来摸索看看 然后在闭制这个过程 我觉得可以很完整体认到每一个计划 是每一个制作的完整流程是怎么样 那这个流程里面你可能就会找到 你比较适合或是比较擅长的内容 那你未来可能在职业发展上 你就可以往这个方向迈进 应该像是我自己其实我蛮喜欢策展的 对所以其实未来可能也会先往这个方向去迈进 拍片我是喜欢拍的 对我是喜欢拍的 但有时候剪片真的蛮累的 就是其实展期这剪几天我们都一直在熬夜 所以其实感受到这个辛苦 然后所以拍片也可能就是兴趣啦 就是目前还没有想要认真的 想要把它变成是一个职业的工作 就是像他刚刚讲的 我们进来的人都是很 因为我们没有一个特殊的 说我是广播我是新闻 所以很多人都会汇集到这里 喜欢摄影的喜欢拍电影的 喜欢公关的喜欢策展的 所有人到一个班之后 我们就可以互相交流 所以就是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大熔炉 就是可以在我们大传系去实现 我们可以接触到每个不同专长 不同领域的同学这样子 我觉得这是像延续他刚刚讲 我觉得最棒的地方 从一开始的发想到逐步实践 学子们在今年的毕业展中 完美呈现学习成果 过程中虽然辛苦 但每位学子都收获满满 充满自信的迎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导 小小的土地公庙却香火旺盛 是什么原因呢 在地抖篮老师趣味解说 县头福德词地名典故 现在就跟我们来一趟城市走读 嗨 大家好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跟各位介绍 内湖比较深度的一个历史 我是台北市文艺县馆的史基解说员 因为我本身住内湖38年 所以我觉得要住在 你出生 工作 或者是你生活的地方 你要去认识 那你才会对这片土地有感情 所以我个人就喜欢这样子的活动 然后呢 当我知道自己的这些故事 还有我身边周遭的这个故事之后 我还有一个习惯 就是想要分享朋友 所以今天就有这个机会 来跟各位做这个分享 然后内湖呢 很多人都想内湖 一定想到什么 一定有湖水 我们的湖没有储水 这个湖在台义的那个公环 就是一个凹陷 一个内方盆地的凹陷的地方 所以内湖就是指什么 内方盆地 是按一湖一湖 就是等于一个窟窿一个窟窿 可是这个窟窿没有很大 所以内湖的意思是这样 可是内湖我们又可以从一条河 两个湖 山 那一二三的山 我们把它想成是山上的山 一条河我们大家都知道 北部台湾非常重要的一条河 叫做基隆河 两个湖呢 大家坐捷运一定有听过哦 一定有知道去那边玩大湖公园 有没有 那这个湖 以前旧地名叫做十四分湖 十四分皮湖 哪一个粪 就是我的本粪的那个粪 然后皮呢 是耳朵边在一个调皮搗蛋的皮 那跟我们蓝色的板南县 也有一个地名叫做什么 叫做后山皮 有没有 所以这个皮其实是什么 就是不管是人工的也好 天然的也好 它是一个蓄水池塘 因为以前农业时代 我们很需要什么 不要一天到晚 老是看老天爷吃饭 所以自己可以储备水分 我们就不怕干旱季节 或是缺水的时候 没有水可以灌溉我们的农作物了 所以那个湖 我们讲一条基隆河 两个湖 一个在大湖公园 一个在哪里 一个就是现在有名的 戏曲学院旁边的那个湖 那个也是以前我们 那湖在70年代的时候 超厉害的 我们有一年年产量的稻米 可以高达70万公斤 很难想象 然后呢 还要跟各位说的是 一百多年前 我们的内湖跟南港 两个是合在一起的 那两个人都来不争 那来活生到了1945年 我们知道1945年 就是日本战败退出台湾 内湖跟南港合并 称为内湖乡 那其实大清帝博时代 两百多年前就有两个很重要的人 到内湖来开墾 一个叫做林承主 他另外的肯浩 这是他的肯浩的名称 他的本名叫林秀俊 那还有一个叫1741年的 何世兰 这两个内湖 大概都是他们的天下 他们打拼出来的地 再过来就是看到我们1946年之后 内湖跟南港分家了 再过来呢 1968年列入台北市的行政区 那台北市的行政区有几个 面积按照排行榜 我们的内湖算第三名 第一名是士林 第二名是北投 第三名就是我们的内湖 再过来1980年 我刚刚讲了 我们内湖曾经有一年产 70万公斤的这样子一个 大量的稻米 再来2001年 你看短短其实才20年而已 我们的内湖科技园区 是台湾第一座 民间的投资 然后政府放光产业 进驻来发展出来的科学园区 可是简称叫做什么 叫内科 以前有很多人不知道 说内科外科副产科 其实不是 然后现在呢 它有多少人 你大概看了也会吓一跳 它现在有超过5000家的厂商 在这边上班的人有多少 超过15万的就业人口 所以每一任的台北市场 都没在买 有什么路没有再拓宽 然后捷运的运量也是算小的 对不对 所以每次的交通 上下班的交通真的是 打开梦里小的伤脑经问题 好 这是我们内湖简单的一个历史 跟各位做一个报告 老师我们来到这个土地公庙啊 它真的是一个可以看到很多人都会经过都来参摆 然后它真的是相过蛮旺盛的 土地公庙 那这个土地公庙后来大家要比较多人进来 因为那时候这个内湖里大概只有30户人家而已 后来人越来越多了以后他们要建房子要干嘛 所以就把原来的小小土地公庙拆掉了 那拆掉了以后我们的土地公要往哪里去寄放一下呢 就送到我们内湖有名的庙宇叫做碧山叶 好 那1937年到1949年之间 我们的土地公就是送到那边去 然后这里呢 为什么它的一个名称特别特别叫做简头 来 我们请看这个简字 这个简字一定很多人一开始的时候都念看得见的见 那这个字正确的念法就是简单的简的那个音 然后你看它的字也很清楚 木头边看得见的见 那它跟竹头上面带一个看得见的见 是一样的意思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个就是以前人也很聪明 没有发明塑胶管什么玻璃管桃管之前 我们用木头是最天然的一个材料对不对 那用木头或竹片把它做成这样优质型 就这样优质型的饮水渠道 这个叫做简 我们台上的简 方简很漂亮的简 这个简这开始做对吧 这就好做头了 所以简头就是指木质头做木质等 那个饮水渠道这边开头 有没有结束的地方 当然有 所以尾巴的地方叫做简尾 台北市还有另外一个场地 一个地名叫做景美 有没有 可是景美绝对没有人念成 景美还是景水 那景美的意思其实那时候是我们的柳宫郡 非常重要的台北的大台北地区的水利工程 它就是一样要用木头做成优质型的饮水渠道 这边开始叫做简头 最尾巴收尾的地方叫做简尾 所以他们觉得这个景美 尾巴的尾 这个景很熟 没有很有气质 所以他们把它改成这两个是一个 风景美丽的景 然后美丽的美 其实我们念到现在 绝对没有人念成景美还是景水 还是景美 东西在头做什么 景美 还是景美 美丽的美 尾巴的尾有两个音 我们就是所谓的张州人跟全州人的 音的面法不一样 每一位都每一位 跟买的那边买的 赶快的意思 那这个福德那个土地公 为什么这么兴盛 因为被请到第三年的时候 我们这边附近很奇怪 就有一些不平静的事情发生 那大家都是要找一个心灵寄托 然后也希望拜托神明 来帮我们解决这些困扰 所以我们的寄放在那边的 那个土地公就说 他要回来这边 那回来这边 大家就想要想办法 要找一个地方 再把它供奉起来什么之类的 所以就找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也是当时很有名的一个里长 这边内湖地区 有几个大姓 姓谢的跟姓郭的 都非常地是算地方的帮助 那这个谢先生叫谢南 南边的南 他的一个舅舅就捐了这会计 来做这件 好 给各位再看一张 哇 这张是1982年那时候的一个土地公 你不要看到也是很漂亮的 很丰富的一个屋顶上的简棉的造型 有没有 还有厌尾峭吉的 可是后来我们后面这个大楼要建 所以大家觉得说 这里香火很鼎盛 那这边要建 我们这边也要稍微再抬高一下 所以增加了50公分的高度 这个工程不要小看它 也要花了300多万 那这边还有两个比较有趣的故事是 我们这里有名的一个活动叫做 夜弄土地公 就是农历的正月15号 那我们会做什么呢 我们会把土地公 以前是比较单纯 就是没有去绕街啊 没有出去这样子寻境 都是民众到这里来拜拜之后呢 就在这个附近 弄一个竹子 然后把一个炮台 上面放有那个炮火 可是呢 要让民众再丢另外一个鞭炮 去引燃上面 铁盘上面那个鞭炮 然后它有做成一个城门的样子 所以很有趣 丢上去你丢中了 它引燃了 你今年就会发了 所以有这样一个活动 那后来呢 太多人了 就把它想着说好吧 来这边挤了满地 我们干脆请神明 跟着我们出去绕镜 那你这样一起绕镜 范围不就是更广更宽吗 所以就变成业弄土地宫 这样子的方式 然后呢 就演变成什么 土地宫经过的地方 我们民众通通要用炮丢给它 那炮丢得越多你越发 那那个炮屑不能丢掉 炮屑是什么 是财富 所以你要把缺缺缺缺缺 所以这也是另类 达到环保不错的样子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个土地宫有这样一个有趣的 夜弄土地宫的活动 另外一次 我们的土地宫可能真的是太兴旺了 所以有一天突然不见了 有没有很担心 当然有 因为距离我们又要再去请土地宫 绕镜出巡的时候 煮药煮酒不醉 怎么可以呢 所以就很担心 可是又怕说讲出去那不是很一面子 可是总是要把这件事情处理好吗 结果去把这个消息公布在那个媒体上面 有一个人就看到了说 好像我捡到的那个土地宫 跟你描述的好像有消息 我来看看是不是 结果我们这个土地宫可爱的 又把他失而复的请回来 可是现在我们就比较辛苦了 要比较严格的把他做一个 24小时的请卫系统的一个处理 这样子 那所以这个土地宫 这两则可爱的故事 好好的 好好的人进去才一天半 现在出来是一具冰冷的遗体 那都说跟你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试问是跟我们家属有关系吗 家属向媒体投诉 患有慢性命的哥哥进了看守所短短两天 竟然没了命 质疑看守所人员有重大疏失 本来就是需要长期有人看护照料的人 你们所方遇到这种受刑人 你是不可以收治的 你怎么还会随随便便把人收进去 对不对 而且没有做那个安全的评估 那也不接受我们家属去投药 基隆一名46岁的理性男子 去年因为窃盗案未执行被通弃 上周六5月14日被基隆警方逮捕归案 由于周末无法交保 家属送药却被所方拒绝 原因是里面有医护 家属16号办理交保时 却被告知已经送医 医院中午发出命违 下午4点多就宣告不治 针对家属之一 健康看守所做出了回应 有关本所前说的理性男子 在5月14号下午2点 因窃盗案被警方逮捕查器 送入本所执行有机读刑三个月 然后在5月16号早上 8点半左右 理性男子身体不适 经本所紧急送医院诊治 在这段时间家属也到地诊所缴了罚金 那本所依照地诊所开的试票 释放交给家人 但不幸的是 该履然于60左右 整治不治 那有关子婴的拟力的部分 家属也透过警方 那本所已配合警方调查指引 看守所表示 一切依照规定办理 也会配合司法调查 立委蔡姓要求缴证署 及基隆看守所的调查报告 要在三周内完成 全案已经进入了司法 希望还给家属一个公道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就能及时获得 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 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